好,看一下啊,那么我们这个项目啊,部署之后就已经算结束了啊 那么,上面开始给大家说的就是我们关于这个项目的总结 就是你学完它之后啊,你必须知道你做的是一个什么项目啊 它呢就是一个生鲜类的啊,一个B2C的,哎,电脑端的这样一个网站啊 哎,采用B2C,哎,这个商业模式的一个,哎,卖生鲜类产品的一个电脑端的一个网站啊 这样的一个项目啊,电商项目,OK,那么项目里面呢,一共呢,分为这么四个模块啊 模块的一个划分,包括四个,哎,用户模块,商品模块,购物车模块,还有这个订单模块啊 那么,用户每一个模块里面实现的一个功能,那么用户模块,包括这个用户的注册 注册完之后呢,用户呢,进行,当,激活的吧 哎,激活之后呢,进行一个登录,也可以呢,登录的退出 那么另外,用户注册里面呢,还有这个个人中心,还有它的一个地址的一个页面啊 那么这一步呢,是属于我们用户模块的一个功能 那么再往下啊,商品模块,那么主要包括商品的首页 详情页面,列表页面,还有商品的一个搜索啊 还有商品的搜索,那么购物车模块呢,主要是购物车的一个搜、删、改查 对吧,哎,基本的四种操作啊,四种操作 那么再往下,订单模块里面,我们有一个 提交订单的一个页面,它的一个显示 然后呢,订单的一个创建啊,就是订单创建 就是所谓的下单,下完单中呢,进行了一个支付 然后支付,还有呢,是一个查询支付的一个结果 对吧,那么最终,做完之后呢,还有一个订单的一个评论啊 这里面呢,这几部分呢,就是属于我们模块划分之后 每个模块呢,它的一个功能 那么我们标红的这些地方啊 它呢,是我们每个模块功能的一些关键的点啊 重点,你需要呢,去掌握的一些东西啊 然后呢,再往下啊 首先就是这个,用户模块的这个 关于用户模块用户的注册登录 推出,哎,这些东西啊 那我们采用的呢,是将过默认的认证系统 对吧,哎,默认的认证系统啊 在我们去创建我们的用户模型类的时候 哎,不是呢,自己去定义了这些属性 而是呢,让我们的这个模型呢 继承于这个,abstract的 比如说啊,那么它本身已经定义了很多字端的吧 已经定义了很多字端啊 那么你继承它之后 我们说,你要使用它将够给你提供的这个认证的模型的话 除了继承这个类之外 你还需要在配置文件里面呢,去加 配置啊,找到这里面,找到send里面 有一个配置像,叫做 other user model啊 就指定将过认证系统使用的模型类 就是使用你的,对吧 使用你的之后呢 那么它在创建表的时候呢 它就会根据你的这个类呢,创建表 并且之后啊,你通过这个 Person Manager P1 Create SuperUser 对吧,你通过这个命令创建的超级管理员呢 也是放在你的这个,用的类顿的表里面的啊 表里面的,OK 这里面呢,是它,关于我们这个 Jungle啊,认证系统 它的一个使用啊 然后呢,关于我们认证系统里面 我们说有几个大家你需要知道的方法 找到最上面 那么,用户模块开发 Jungle认证系统 它的,里面需要呢 去掌握的几个方法 Create User 创建 用户,对吧 使用它呢,可以创建一个普通的用户啊 不是呢,创建管理员 那么,Alder Key的呢 是进行登录的一个验证 根据你传入的用户名和密码呢 能够验证这个用户密码呢 是否正确 那么,Login呢 记录用户的登录状态啊 其实呢,就是在Session里面 帮你保存了一个登录用户的信息 好,这是Login 然后呢,Logout 退出用户的登录 对吧 退出用户登录啊 那么,退出用户登录啊 创建呢,就帮你把这个Session呢 给它闪掉啊 那么,然后呢 下面还有两个 Is Autocated 还有这个Login Required啊 那么,Is Autocated呢 可以判断用户呢 是否登录啊 如果返回为True代表登录 如果返回为Falce代表 没有登录啊 那么,再往下 还有一个叫Login Required的一个装饰器 好,这个装饰器的话 它呢,可以呢 进行登录的一个判断啊 登录的一个判断 那么,这是我们认证系统里面 需要呢,去知道的几个方法啊 那么,首先用户模块 第一个功能就是我们的一个用户的注册啊 那么,关于我们讲这个用户注册的时候 我们给大家讲了一个 你开发的时候啊 普遍的一个原则 所谓的这个原则呢 就是,当前端 那么,访问你的某一个地址之后 如果呢,它携带了数据 你首先应该把这些数据呢 给它进行一个解收 好,接收完之后进行教验的吧 教验完之后,最终下面的有一个核心的业务 处理,处理完之后呢 给它返回一个应答 那么,一段业务处理呢 关键就是这个核心的业务处理 但是在前面呢 你为了防止一些非法的请求 你需要呢,进行数据的教验 那所谓的业务呢 我们说不同的处理呢 就是不同的业务 我注册呢,是一个业务 那么,提交订单是一个业务 对吧 登录是一个业务啊 它不一样 然后呢,关于我们这部分 用户呢,在注册的时候 我们就是调用了这个认证系统里面的 Creator,Uda 让它传入用户密码 邮箱 它会帮你往你Uda对应的表里面呢 加一条用户的信息 最终把这个对象呢,给你返回 那么这个方法创建出来的用户 有一点需要知道的就是 它创建出来的用户 已经是被激活的 而我们刚注册的用户呢 是不应该被激活的 所以呢,需要把它的激活标记呢 置为零 然后呢,进行一个保存啊 这里面是这个点 对吧 然后呢,你用户的信息加进去之后 下面紧接着需要给用户的注册邮箱呢 发一封激活的邮件 那么关于这个激活邮件发送的话 我们说发的邮件里面呢 需要包含这个激活的链接 然后在激活的链接里面呢 你需要去包含这个用户的身份信息 那么一种简单的方法呢 就是我们可以把用户的这个ID呢 给它放在我们的链接里面 但是这样一个不太好的地方呢 就是一旦其他人呢 发现你这个规律之后 他就有可能呢 直接访问你这个地址 造成你的 对你的网站呢 造成一个干扰 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我们需要呢 去把用户的身份信息呢 进行一个加密 把加密后的那段内容呢 放在我们的链接里面啊 放在链接里面 关于这个加密的话 我们给大家讲了一个啊 加密的一个包 那么 这个包呢 就是我们的 AsDangerous啊 它呢 可以生成我们签名的 一个Token的信息 那么在它里面呢 有这样的一个类 我们在上面啊 有这样一个类 对吧 通过这个类呢 我们就可以实现 它的一个加密和紧密 那么关于它加密的时候呢 它不仅可以对数据 进行一个加密 它还可以设置 它的一个过期时间啊 过期时间 OK 那么当我们加完密之后 对吧 就获取了 这个加密后的 Token信息 然后呢 就需要呢 把这段信息 放在我们的邮件里面 把它放在激活链接里面 给它发过去啊 但是 发邮件 关于这个 Zanggo的发邮件的话 我们说呢 Zanggo 本身已经提供了 这个发送邮件的支持 有了一个 SendMail的函数 可以帮助你发这个 邮件啊 发邮件的话 它呢 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就是发邮件 那么 在这里面 我们发邮件的话 其实呢 你是调用SendMail 你需要呢 去借助一个 SMTP的服务器 对吧 这个服务器呢 我们给大家介绍了 一些免费的服务器 在我们项目里面呢 我们使用的是这个 163 那么在163里面呢 你需要去设置这个 授权码 设置完授权码之后 回过来 在你项目的配置文件里面呢 去做一个相应的 邮件的一个 配置啊 邮件的一个配置 好 在这里面做完配置之后 对吧 下面呢 你就可以拿使用 将购内置的 SendMail呢 帮你发邮件 但是 如果是这样发邮件的话 我们说 这里面的这个过程呢 将购网站SendMail 它发邮件是把这个邮件 发送到这个 SMTP的服务器啊 这个中间的时间呢 它是不确定的啊 如果直接在这边 直接在我们的这个 后面 直接使用 将购内置的发送邮件 发送邮件的话 就有可能在这里面 发的时间比较长 那你就会造成这个用户 长时间的一个等待啊 造成不好的一个用户体验啊 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说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 对吧 我不 我不 我不需使用他默认的地方 发邮件 我是找一个人帮我发邮件啊 那么这个人 谁呢 就需要呢 使用我们下面讲的这个 Celary啊 Celary呢 就是一个所谓的 一步的处理 日步任务对立的一个库啊 一个包 那么他里面呢 Celary里面几个关键的点 我们说 任务的发出者 就是谁去发出这个任务 对吧 在我们这里面呢 我们就应该在我们的代码里面呢 把这个任务呢 给他发出去啊 那么对应到任务的发出者 这边呢 就应该有一个人呢 来进行一个处理 就是我们任务的一个处理者 那么任务的发出者和处理者之间 怎么进行信息的一个交换 需要呢 有一个中间人 我们把它叫做任务对立 也叫做 Bruca 这里面呢 是他关键的三个角色 发出者 处理者 还有这个中间人 那么发出者呢 是发出任务 把这个任务呢 放到我们的任务对立里面 那这个任务的处理者呢 他就会去监听这个任务对立啊 一旦发现的任务对立里面有任务 就会取出任务呢 来执行啊 这里面是三个关键点 关于这份三个角色的理解呢 你就可以呢按照你订外卖的这个来理解啊 你就是发出者 你发出的任务呢 就是订外卖 那么美团呢 就属于这个中间人 商间呢 就属于这个任务的处理者啊 然后 还有一部分的话 我们需要让大家知道的就 任务的发出者 中间人 还有处理者呢 他仨呢 可以不在同一台 电脑上 但是他仨之间必须能够进行 同信啊 你比如说我的发出者 我要发任务了 对吧 我发出任务 我是要放在redis里面 结果我根本连不上redis 那我的任务呢 肯定要 发不出去啊 那么worker的话 他本来是需要执行任务的 对吧 他需要去任务队里面呢 去取出任务 结果呢 他连不上redis redis 他也呢 取不出任务啊 执行不了任务啊 所以这边呢 这个中间人啊 这些三个之间呢 必须能够进行一个 同信啊 同信 那我们选择的中间人呢 就是使用我们的redis啊 那么还有呢 你可以使用这个rebitmq啊 这个东西 作为这个中间人啊 中间人 OK 那么 关于我们这个发邮件 这一部分呢 你还要注意的一点 就是任务的处理者 这边的电脑呢 必须去联网 因为他要发邮件的话 他需要去连接我们上面 这个smt的服务器 这个中间呢 肯定是要有网络的吧 如果没有网络 这个邮件呢 也是发不出去的啊 OK 同时 那么任务的处理者这边 也需要有任务的代码啊 也需要有任务的代码 这一点呢 也要清楚啊 那么 关于他的一个使用 那么 在我们的项目里面 使用salary的话 那么首先 安装好salary这个包 那么 使用的时候 从salary的包里面 导入salary这个类 然后呢 创建一个salary类的实例对象 在里面呢 前面给他起一个名字 后面指定 中间人的是哪一个啊 是哪一个 然后呢 有了他之后 下面呢 你就可以呢 去定义这个任务函数 定义任务函数的话 其实呢 就是定义一个普通的函数 只不过在定义完这个函数之后 那么使用上面这个对象的 task方法呢 对他进行一个装饰 他就变成了一个任务函数啊 那么有了任务函数之后 对吧 我们怎么在代码里面 发出这个任务 其实呢 就是从你上面的这个文件里面 把任务函数呢 给他导入过来 发出任务的时候 直接就是相当于点 delay 就是发出任务啊 然后呢 如果这个任务函数需要参数的话 参数呢 写在delay的参数里面 在我们这边呢 就是使用salary呢 去帮助我们发邮件啊 那么使用salary 帮助我们发邮件的好处 就是我在这边 只发出这个任务 我的代码呢 就继续往下走了 给用户直接跳转到首页啊 那么这一部分呢 是我们所说的一个发出任务 那么发出任务对应着 要启动worker呢 进行一个处理 那么关于这个worker怎么进行一个启动啊 你把你的你在哪个地方启动你的salary的worker 那么你就需要呢 把项目的代码呢 拷贝过去一份 然后呢 在里面呢 使用salary-a 然后呢 写上一个你salary的任务函数的一个路径 在后面呢 写上一个worker-l info指定日志信息的一个级别 那么这里面呢 这个worker啊 不能少了 如果少的话 你启动不会成功啊 这里面呢 是关于我们salary的一个使用啊 salary这块呢 希望我们大家理解的就是啊 它呢 这个作用就是你可以呢 把一些耗时的操作使用呢 salary来做啊 来做 好 这里面呢 是这个salary啊 那么除了salary这一块呢 这里面呢 就是跟我们这个用户注册相关的啊 那么当我们使用salary 去把这个用户的激活邮件发出去之后 用户呢 点击邮件里面的激活链接 就可以进行用户的一个激活 那么关于用户的激活的话 我们在这里面呢 还是我们上面所说的 Athenshinx实现一个加解密 那么用户一点击激活链接的话 应该呢 进行一个解密啊 这个解密对应到我们这边呢 就是这个激活的使徒 啊 这是reges啊 这个是激活的使徒 在激活的使徒里面呢 那么 在这个 active啊 这个 那么在激活的使徒里面呢 我们呢 需要呢 在进行地址配置的时候啊 捕获用户身份的这个2k 信息 哎 捕获用户身份的2k信息 然后在这里面呢 对他进行一个相应的解密 好 这个解密的话 你加密使用的密钥是什么 设置的过期时间是什么 你这边就必须要用什么啊 那么对他进行解密的时候呢 如果这个链接已经过期的话 他会出现这样一个 异常 我们呢 就可以呢 设置他的一个过期 对吧 好 否则 如果没有过期 我就可以呢 解密出这个信息 然后呢 查询出对那用户 把他的激活标记呢 设为1 代表呢 他处于一个激活的状态啊 激活状态 OK 那么这一块呢 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用户的一个激活 好 激活之后 对吧 用户呢 他就可以呢 进行一个登录啊 那么登录这块的话 我们给大家讲到了 我们用户登录之后呢 要保存用户的一个登录状态 那么就要操作 Session的信息 我们通过 安装Jungle Redis啊 配置我们的Redis呢 作为我们Jungle项目的一个 缓存 那么这个的话是 安装好Jungle Redis之后 在你项目的配置文件里面 加上一个Cache 这样的一个配置项 在里面呢 指定一个Location Location呢 指定你的缓存 要存放在哪一个里面 对吧 我们使用的缓存呢 是使用Redis呢 作为我们的一个缓存啊 那么同时 如果 配置这个Session存储的时候呢 我们说Session存储的引擎呢 你可以使用这个Cache 就是把这个Session呢 存在这个缓存里面 也是存在这个缓存里面啊 OK 那么 再然后呢 就是我们这个登录的一个流程啊 那么关于登录的流程的话 我们在这里面呢 当用户输入用户名密码之后 然后呢 进行一个交验 对吧 交验完之后 下面首先 在这里面 调用Jungle 内置的认证系统 按住 AutoCade呢 实现一个验证 好 验证之后啊 它的一个经典的流程 就是你使用内置认证系统呢 就是啊 调用它 它给你返回一个 返回值 如果它是Now的话 代表这个用户名密码呢 错误 如果呢 它不是Now的话 代表用户名密码正确 但是在里面呢 我们还要做一个判断 就是我需要去判断这个用户呢 有没有激活 如果没有激活的话 也不能让它操作啊 激活之后 我才会进行这个操作 对吧 操作的话 首先我们也是呢 记住用户的一个登录的状态 这个也是使用我们一开始 给大家看到这个 内置的认证系统的函数啊 来实现一个登录的一个记住登录状态啊 那么之后的话啊 我们用户登录之后之后 我就可以呢 给它跳转到一个页面啊 跳转到一个页面 这是我们登录的一个关键的操作啊 就是首先验证 再判断有用户名密码 对不对 再判断用户呢 有没有被激活 再去记住它的一个登录的状态啊 登录状态 OK 那么这块的话 除了这个登录之外呢 我们还有几部分东西呢 就是有一些页面呢 是需要用户登录之后 才能进行一个访问 比如说我们这里面的 用户中心里面的三个页面啊 那么这一部分怎么做呢 我们呢就需要去借助于 我们的这个登录的判断 装饰器啊 就是我们在进行这个 URL地址配置的时候 在这里面找到这个URL 在进行地址配置的时候 对吧 本来我应该写的是 userinfoview.sview 但是呢 我把它放在这个login required里面 就相当于我们在这个地方写的呢 是 就相当于我们在这个地方设置的是 login required的 这个装饰器的一个返回值 它返回的谁呢 返回的其实是它内部的一个币包 函数啊 那么当你的地址一过来之后 将过呢 就会调用这个login required的 内部的币包函数 在它的内部的币包函数里面 就会判断你用户有没有 登录啊 如果你已经登录的话 我就会调用你这个相应的函数 如果你没有登录的话 对吧 那么我们就会 它将过呢 就会给它跳转到一个页面 跳转到哪个页面呢 跳转到这个login URL指定的页面啊 那么同时在跳转页面的同时呢 它还会给它加上一个参数 叫做next啊 然后呢 告诉你对吧 你登录之前访问的那个地址是什么 所以有了这个功能之后 我们可以实现用户登录之后的一个 跳转 再跳转回原来的页面啊 这一步的话 其实在我们这边 对应做的就是 在我这里面 记住登录状态之后 我需要呢 从这个里面呢 去获取这个next啊 参数啊 获取到这个next参数 就是我登录成功之后 应该跳回的那个地址 但是如果我获取不到的话 我们默认跳回到首页啊 好 那么拿到这个地址之后 就可以呢 进行一个重定项 发生一个跳转 好 这一块呢 就是我们的登录啊 就是我们的登录 那么关于这个登录装置机的话 我们 所以呢 你可以直接在这边写 你还可以使用我们的这个 login required mixin这个类啊 login required mixin这个类是干嘛呢 它呢 自己呢 定义了一个类 让它呢 继承于我们的object 然后在里面呢 自己定义了一个方法 就叫sview 在sview里面呢 写了这样一句代码 调用复列的sview 然后呢 最终 拿到复列的sview的返回值之后 最终这个很重要返回值呢 是返回login required的内部的这个币包 函数啊 所以呢 如果写了这样一个类之后 使用mixin之后 那么你怎么去使用它呢 凡是需要登录的页面 都需要呢 让它先去继承于我们的 login required mixin 那么你一旦继承了它之后 我们在进行URL配置的时候 就没有必要这样写了 而是呢 还是按照正常的来写 那么你当你一个 当你一个试图过来之后呢 我们说 这个 相当于我们在这边写的是 userinfoview.sview的一个返回值 对吧 相当于你在这边写的是 userinfoview.sview的一个返回值 那么userinfo调用sview的时候 它的内部呢 没有这个sview 所以呢会去调用它 复类的啊 从前往后调 首先呢是调它的吧 你调它的时候 在这个复类里面 我们又调用复类的 所以呢 这一次调用的就应该是我们的 view的啊 应该是view的 那么你一调view的时候呢 拿到这个view的返回值之后 最终我们返回的是 login required内部的币包函数 对吧 其实呢 还是相当于你这边 URL这边 你写的是 login required的一个 返回的一个币包 函数啊 跟内部的 跟上面这样写呢 其实呢是 一模一样的啊 一模一样的 OK 这里面呢 是我们所说的这样一个装饰器啊 它的一个使用 那么再往下 用户的一个退出 退出的话 就直接呢 使用这个logout 帮助你呢 去清除这个登录的 session信息啊 OK 那么这一块 你注意啊 这一块呢 就是涉及到我们用户的一个 注册 激活 登录 还有这个 退出 那么这一块呢 是我们这个项目里面 它的一个 重点啊 无论你之后你是干嘛 只要你开发网站啊 一般呢 你都会用到这几种功能 就是用户的登录 注册 退出啊 这些东西啊 那么这个逻辑呢 它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啊 所以呢 这一部分代码呢 你是很应该啊 去掌握的啊 至于其他这个用户中间 哎地址呢 你就选择性的去 学习一下啊 这里面是经典的一个逻辑啊 因为里面处理都一样啊 OK 那么 好 看到这里面啊 在这里一块呢 一块呢 这个salary啊 它的一个 重点呢 你需要呢 去认 整体认识一下啊 什么是salary 什么是这个一部的任务啊 一部的任务 好 这一块啊 OK 那么 关于我们用户模块里面的重点呢 就在我们所说的这几个功能上啊 这几个功能上 OK 那么 然后呢 再往下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用户的地址 那么这里面呢 模型类和模型类之间的关系 你需要呢 去做一个了解 就是模型类和模型类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本来它俩之间是没有关系的 对吧 只是呢 你在下面这个类里面呢 定义了一个上面这个类的对象 建立了它俩之间的关联 你只要一定义之后 你就可以通过这个类 访问这个对象的实力方法 操作这个类对应的数据表啊 数据表啊 并且它里面还有个属性 通过self.model 你可以获取self对象所在的模型类 哎 他是谁啊 他是谁啊 OK 这样的一个关系啊 那么 再往下 关于我们的用户中心里面 需要重点知道一个内容呢 就是使用Redis 存储历史浏览记录的一个分析啊 这个呢 是我们大家 你必须要掌握的一个内容啊 就Redis存储历史浏览记录的时候 它的这个分析过程啊 就是这个 写不写得出来 另说啊 就是关键就是这个分析的流程 你需要知道啊 包括别人之后问到你 对吧 你们使用Redis存储历史浏览记录 你们怎么去做的啊 它的格子什么 你需要能够把它描述出来啊 首先 那么你要明白 什么时候需要去添加这个历史浏览记录啊 就是当用户呢 访问商品的 详情页面的时候 我们需要呢 去添加这个历史浏览的记录 那么获取历史浏览记录呢 当用户呢 访问用户中心个人信息页面的时候呢 获取历史浏览记录 那么历史浏览记录 为什么要存储在我们的Redis里面啊 那么用户呢 登入你的网站之后 对吧 你一个用户到你的网站之后啊 他呢 浏览这个商品的 主要呢 就是去浏览这个商品 那么也就意味着 他会访问很多商品的详情页面 假如说 你把历史浏览记录 放在这个 普通的数据库里面的话 就会 经常的对数据库呢 进行一个读写 那么普通数据库的读写呢 它是 它的效率呢 要比这个 Redis呢 要低 Redis呢 它是一个内存型的 数据库啊 所以呢 我们把历史浏览记录 放在Redis里面啊 主要目的呢 是提高 它的一个读写的 速度啊 OK 那么再然后 你需要明白的一点 就是 Redis存储历史浏览记录的格式 好 在这里面呢 我们说 Redis里面呢 就这么几种类型啊 关于它的一个格式 在这里面给大家分析两种啊 第一种呢 用户的历史浏览记录 用一条数据来保 所有用户的历史浏览记录啊 用一条数据来保存 那么这个类型呢 就需要呢 去选择这个 哈希 那么 哈希的建的名呢 叫Hater 它里面的每一个属性呢 就对应着每一个用户的 历史浏览记录 User用户ID 对吧 属性对应的值 就是用户浏览过的商品的ID 这些商品的ID呢 你可以呢 以逗号分隔 或是以其他的 进行一个分隔啊 这样的话 所有用户历史浏览记录 用一条数据来保存 它的一个坏处是什么啊 就是当用户呢 浏览了其他商品的时候 你需要对这个字符上呢 进行一个操作啊 进行一个拆解 进行一个拼接操作啊 那么这里面呢 哎 就涉及到比较复杂一点 那么还有一种更好 更好的方法呢 就是每个用户的历史浏览记录呢 用一条数据呢 来保存 选用的类型呢 就是选择我们的列表 那么这个用户的历史浏览记录 对应的名字就是 history跟上一个用户的 ID 代表是这个用户的列表 里面的列表里面对吧 那么我就 每一个元素呢 就记录用户浏览过的商品的 ID啊 商品的ID 我们在添加列表浏览记录的时候 是从列表的左侧进行一个 插入 保证它浏览的一个 顺序啊 保证它浏览的一个顺序 OK啊 所以呢 关于我们这个啊 关于我们这个用户模块啊 重点掌握的是我们这个 用户注册激活 登录 退出 还有我们这里面涉及的这个 邮件 salary啊 这些东西 那么然后呢 关于这个个人信息里面 需要呢 你掌握的就是 你能够说出来这个Redis 存储列表连 就是它的一个分析的一个过程啊 分析的过程 OK 那么这是这个模块啊 再往下第二个模块 商品模块啊 商品模块的话 首先 在讲解商品模块的功能之前 给大家介绍了我们这个 发射DFS啊 那么关于发射DFS 我们说发射DFS里面这样的几个角色啊 找到前面的这个图 OK 它 那么发射DFS里面 Track server叫做跟头服务器 那么 Storage server呢 叫做存储服务器啊 那么Track server呢 用于管理Storage server 那么最终存储文件呢 是这个Storage server啊 然后 关于发射DFS 应用在我们的项目中 我们说呢 你最起码需要 知道的地方呢 就是我们的项目里面 为什么要使用这个 发射DFS啊 就是我们所说的 这三点 首先呢 解决的问题 第一个呢 叫做海量存储 存储容量扩容方面 对吧 那么假如说你的 整体的这个容量不够了 那么我可以呢 再去增加这个Storage server啊 只要让这个Storage server 能够连接我的Track server 它就可以呢 继续的去存储文件啊 所以呢 扩容比较方便 另外第二个 解决这个问题呢 就是防止呢 文件内容呢 进行一个重复啊 那么说 发射DFS 在存储文件的时候 它会对这个文件的内容呢 取它的哈希值 进行一个指纹的一个分析啊 那么当文件内容相同 即使文件的名字不同的时候 它的指纹的信息呢 也是一样的啊 这样的话 它最终在存储文件的时候 只会把这个文 相同内容的文件的存储啊 一份啊 一份 好 这里面是这一点啊 第二个特点 然后第三个特点 结合我们的 NJX 我们可以呢 提高网站 访问图片的一个 效率啊 虽然 发射DFS 能够提供这个 文件 提供图片 但是呢 它的这个效率比较低 所以呢 需要去借助于我们的 NJX啊 OK 那么这这块啊 我们在这里面呢 做完之后 对吧 那么发射DFS 它在上传文件之后 它最终呢 会给我们的这个客户端的返回一个文件的ID啊 ID OK 这里面就是关于这个发射DFS这一块啊 你需要最起码知道的这些东西啊 好 在这里面 就是这三个啊 这三个特点 你需要知道啊 OK 那么然后呢 其次的话啊 更进一步的话 我们使用Jungle呢 进行一个二次开发 让它呢 去对接我们的发射DFS 那么这些我们需要怎么做呢 在我们这里面 我们给大家画了一个 我们项目里面处理图片的一个流程图 那么一般情况下 就是我们没有使用发射DFS的时候 运营的人员呢 通过后台上传文件的时候 这个我上传的文件呢 会保存在 MyDroot指定的目录里面 就是直接保存在这个Jungle所在的这个电脑上啊 但是我们现在呢 需要让它把文件的上传到发射DFS里面 所以呢 我们需要在这个地方去更改 Jungle上传文件的一个流程 让它把这个图片呢 上传到我们的发射DFS系统里面 根据发射DFS 返回的文件ID呢 把它保存在相关的数据表里面啊 这是它的一个上传的处理的一个流程啊 项目里面应该要做的啊 那么到底该怎么做呢 我们需要在我们的项目里面呢 去自定义这个文件的存储类啊 那么在这边呢 我们是在我们的项目录下方 自定义了一个文件存储类 找到它 在这里面有它啊 点开它之后 那么它里面呢 这个就是我们自定义的文件存储类 自定义的文件存储类呢 需要继承于这个Storage啊 那么然后呢里面有一些方法呢 你是必须要写的 Open Save 还有这个 Exist 还有这个 Ul啊 然后关于这个Open的话 我们说呢 它是打开文件使用 我们现在呢 是其实呢 根本用不到 所以呢 我们直接把它往这一写啊 那么最重要的一个函数呢 是我们这里面保存那个函数 叫做Save啊 这个Save呢 是保存文件值使用啊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要再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当管理员呢 点击保存文件之后 将购呢 会调用啊 将购会调用这个类里面的 一个方法 叫做Save 然后呢 这个方法呢 这个Save方法呢 内部呢 就会去调用 它 调用它的时候呢 它会给它传两个参数 一个呢 是你要上传的文件的名字 一个呢 是包含你这个上传文件内容的一个File 对象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呢 就可以呢 使用我们安装的包 去连接我们的FastDFS 上传一个文件啊 在这里面 创建一个对象 指定客户团配置文件的一个路径 对吧 然后呢 调用它的Upload byBuffer 根据文件的内容呢 上传文件 最终呢 会给你返回一个字典 关于这个字典里面 你需要关注的内容 第一个呢 叫做Status 就是上传的是否成功 好 然后呢 还有一个上传成功之后 对吧 需要关注的是这个RemoteFileID 这个呢 就是给你返回的一个文件的ID 那么我们把这个文件ID 或许知道 最终呢 把文件的ID呢 进行一个返回 这里面的返回值啊 关于这个方法的返回值 你需要知道的是啊 这个方法返回的是什么值 你表里面的以麦吉斯段填的就是什么 内容啊 OK 那么 在下面呢 还有一个啊 叫做Exist啊 就是Jungle呢 在去调用Save方法之前 他会先去判断一下 这个文件呢 在我本地呢 有没有 对吧 那我们没有在本地呢 去存储这个文件 所以呢 我们直接给他返回一个 False啊 代表没有 OK 这这个啊 然后下面还有一部分 叫做这个UIL UIL这部分的话 就涉及到我们在页面上呢 去使用我们的静态图片 那么页面上呢 去使用我们的图片的时候 我们说 当我们的图片上传完之后 这个路径呢 也保存在这个表里面了 但是浏览器用户 去访问一个页面的时候 如果这个页面上 有使用到图片的话 我们需要把这个图片呢 给他写上一个完整的链接 就是前面呢 写上False DFS上面 NX它的一个IP和端口号 后面呢 再跟上这样一个文件的ID 那么最终 渲染好这个页面之后 把这个页面呢 返回给我们的浏览器 浏览器呢 它在解析这个页面的时候 看到你这个图片的链接 它就会直接去 访问对应的链接 这个其实呢 就是访问False DFS系统里面的 这个NX 然后由NX的把这个图片呢 给你进行一个返回 你的浏览器呢 就可以显示这个图片啊 可以显示这个图片 OK 这里面呢 是关于我们图片的一个使用 那我们定义这个UIL参数的目的呢 我们呢 就是为了使用我们的图片 我们给大家看一个 U的CenterInfo 这个上面呢 我们使用到一个图片 那么这个图片呢 找到我们这个页面啊 U的CenterInfo 这里面的使用图片的时候 假如说你直接在这边写E-Mage的话 那么你最终你渲染后的内容呢 只有这个文件的ID 而没有前面的IP和端口号啊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面呢 给它定义了一个方法 叫做UIL 我把这个路径呢 给它拼完整 在前面呢 给它加上一个 NX的IP和端口号啊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 直接点出 直接啊 点出这个E-Mage之后 再去点它的UIL 那么这个UIL呢 最终它的值呢 就是这个方法的返回值 好 这样的话 这个完整的路径呢 它就有了啊 完整的路径就有了 OK 这是我们项目里面啊 处理图片 它还有呢 使用的一个流程啊 流程 OK 这一块啊 好 那么你定义完这个类之后 对吧 你怎么去使用啊 你需要呢 在你的配置文件里面呢 去配置这个默认的文件存储类 让它使用你自己的啊 你自己的 OK 这一块呢 是我们将过啊 对接这个FastDVS 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 好 那么这一块的话 你需要知道啊 就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流程啊 一个流程 好 那么FastDVS里面呢 主要呢 就是知道它的这样一个特点啊 最起码知道的一个啊 OK 那么下面呢 就是涉及到我们这个商品的首页 商品首页 详情页 列表页啊 这三个页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它不涉及到这个数据的修改 都是从数据库里面呢 把信息呢 给它查出来 查出来之后呢 在页面上做一个便利的显示啊 那么关于这一部分的话啊 我们需要给大家说的一点呢 就是我们在商品首页的时候 开始给大家讲了一个东西 就是可以呢 动态给对象增加一个属性啊 保存一些内容啊 保存一些内容 那么之后呢 你如果用的话 你可以呢考虑啊 这样做 那么 首先商品首页之后啊 我们呢 因为商品首页 用到了购物车里面的商品的数目啊 所以呢 我们在首页的时候呢 给大家讲了一个关键点 这关键点呢 就使用Redis呢 保存购物车的信息 它呢 是怎么设计的啊 这个跟我们的历史论点就一样啊 这个过程呢 你也必须能够把它说出来啊 首先 加入购物车 什么时候添加 用户点击加入购物车的时候 需要把购物车的记录呢 进行一个添加 那么什么时候获取 用户访问购物车页面的时候 需要获取用户的购物车记录 那么Redis里面 存储购物车记录 采用的数据格式 每个用户的购物车记录呢 用一条数据来保存 那么选择类型呢 选择的是我们的 哈希 哈希的K呢 是Cart后面跟上一个用户的ID 代表呢 就是这个用户的历史浏览记录 好 哈希里面的每一个属性啊 都是一个商品的ID 代表用户的购物车里面 加入了这个商品 那么属性对应的值呢 就是用户 往购物车里面 加这个商品 加入了多少件啊 它的一个数量 这里面呢 是它的一个格式啊 这里面是我们商品模块里面的 第一个啊 关键点 就保存购物车信息的数据设计 然后再往下啊 关于商品里面呢 我们还给大家讲的两个啊 关于我们页面的一个 静态化 还有呢 使用广存 它两个呢 是涉及到我们这个网站性能的一个优化啊 那么关于网站性能的优化啊 找到这里面 网站性能的优化 两点 页面静态化 还有呢 缓存 那么 所谓的页面静态化 就是我们把 我们把原来动态的页面呢 产生的结果呢 给它生成一个静态的itml的文件啊 那么当用户呢 访问的时候 我们呢 可以直接让他访问这个静态的页面 那么其实呢目的呢 就是提高网站的一个性能 那么 我们在项目里面呢 我们生成了一个首页的静态页面啊 就是很多 用户 它的访问 一开始呢 用户访问我们一个网站的时候 这个首页的内容呢 是一样的啊 所以呢 我们可以给它生成一个静态页面 那么 关于这个静态页面 你需要知道的就是啊 什么时候需要呢 去重新生成这个 静态页面啊 就管理员一旦在后台修改了 首页上面数据表面的信息的时候 这个静态页面呢 需要重新去啊 生成 那么这个静态页面怎么生成 是使用我们的 salary啊 salary ok 那么再往下呢 我们在这里面呢 使用生成静态页面的时候啊 我们呢 是在salary里面去定了一个 任务的函数 对吧 任务的函数啊 这个任务的函数呢 就是帮助我们的去生成一个静态的 页面 那么 关于我们这个静态页面啊 他什么时候需要修改的话 我们在这边呢 也有一个相应的图 那么这部分的话就 后台管理员 他修改了我们首页使用的数据表的数据的时候 我们就应该在相互这边去发出这个任务 让我们salary这边呢 重新呢 去生成这个静态的页面啊 这个静态页面 在生成之后 怎么让用户来访问 就是使用我们的这个 ngix啊 在salary的服务机上面 你需要去搭一个ngix 让这个ngix的提供这个静态的页面啊 静态页面 OK 那么这里面呢 是他的一个 生成 那么 关键一点呢 就我们什么时候知道这个用户啊 知道这个管理员 他修改了数据表里面的数据啊 那么这块呢 就涉及到我们这个 odme后台管理 找到这个故事啊 那么 当 用户呢 修改了一个类 对应的表里面的数据的时候 我们的将功呢 就会自动调用这个 类对应的管理类里面的 save model 还有这个delete model啊 那我们在这边呢 直接调用复利的方法 让他完成一个 新增更新 或者是山路的操作 然后在后面呢 我们要做一个附加的操作 直接呢 发出一个任务 让salary呢 重新生成这样一个 页面啊 这是关于我们这个 静态页面的 商城 那么再往下呢 就是我们这里面的一个 缓存 关于缓存的话 我们说呢 其实呢 缓存呢 就是把页面上 使用到的一些 数据呢 给他放在我们的 缓存里面啊 把页面用到的数据 放在缓存里面 如果使用到这些数据的时候 先从缓存里面去 获取 获取 只有呢 获取不到的时候 才去查询这个 数据库啊 那么在我们这边 我们是在 首页上面 对首页使用到的数据呢 进行了一个 缓存 那么这一块的话啊 关于首页这一块 好 首先 一过来之后 对吧 先尝试从缓存里面拿数据 如果拿不到的话 如果拿到的话 我们就直接使用缓存里面数据 继续往下操作 如果拿不到的话 我们呢 去输入入库里面进行一个查询 查询完之后呢 去设置这样一个缓存 那么这个设置缓存 缓存的操作的方法呢 将给你提供了两个最基本的接口 叫做set和get 那么在你设置缓存的时候 你需要设置这个缓存的过期 实践啊 好 那么这是它的一个缓存的使用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还要知道的就是 缓存数据的一个更新 那么后台管理员修改了 首页上面数据表 数据的时候 需要呢更新缓存里面的数据啊 那么缓存怎么更新 其实呢 也是在我们的这个管理类里面 对吧 发出任务之后 如果用户管理员一修改数据 那么在这里面呢 直接清除缓存的一个数据啊 你清除之后 那么下一个用户来访问的时候 哎 他一看 或许呢 就或许啊 不到啊 这里面呢 查询数据会的代码呢 就会被重新的执行一遍 相当于对缓存做了一个更新啊 更新啊 那么这里面呢 是我们这个网站性能的优化 这两块 这两块呢 你能够做一个描述啊 包括你之后 你做项目啊 如果你里面用到一些项目优化的话 你可以呢 考虑从这两方面来做啊 就他们的本质就是 减少对数据库的一个查询啊 另外使用了这个缓存和静态化之后 也可以从一定的层面呢 防止对你网站的一个恶意的攻击啊 OK 那么这里面是这一块啊 就是我们这一块 好 那么再往下呢 就是我们这个商品呢 详情页列表页啊 详情页列表页的话啊 关于 详情页里面呢 我们需要给大家说呢 就是历史浏览记录的一个添加 我们这个添加的过程呢 我们是用户往购物站里面添加这个商品 我要先尝试从这个列表里面 先把这个商品呢 给它移除对吧 移除 移除之后呢 我再给它插入到这个左侧啊 插到左侧 那么保证用户浏览的一个顺序啊 一个顺序 那么最后呢 我们也可以使用这个Ltrim呢 只保留前五个啊 最新的五个 好 这里面是我们详情页的一个点啊 一个点你需要注意的啊 那么详情页呢 还有一个点就是我们的这个 SPU和SQ的一个概念啊 那么在我们的详情页面上方 之前呢我们建表的时候 我们建了一个商品的SPU表 一个是商品的SQ表 那么我们在这里面详情页面上 如果我要获取 跟商品同一个SPU的其他规格的商品怎么获取 直接使用Filter 然后呢这个SPU呢 应该等于我们商品的SPU 同时排除自身 这里面获取到的就是其他规格的商品 你拿到其他规格商品之后 在我们的这个详情页面上呢 就可以呢去做一个相应的显示啊 相应的显示 OK 这里面呢 是我们详情页的两点啊 一个呢是天涯流量纪录 还有一个呢 是我们的这个获取其他规格的商品啊 那么再往下呢 就是我们商品列表页 商品列表页呢 是根据我们的数据查询之后 要涉及到它的一个分页啊 这个分页呢 我就不再说了啊 然后再往下 页码的一个控制啊 控制的话就页面上最多显示五个页码 它怎么控制 它里面呢有这么四个条件啊 你需要去做一下注意啊 OK 这里面呢是这块啊 就我们商品 首页 商品页列表页啊 这块 然后再往下呢 商品模块里面 这个重要的点呢 就是涉及到一个商品的 搜索 商品的搜索 里面有两个概念 一个呢是搜索引擎 一个是全监索的框架啊 那么全监索框架 搜索引擎的作用 可以对表中的某些字段 它的数据呢 进行关键词的分析 然后呢 建立关键词和表数据之间的一个对应的关系啊 那么这个所以呢 其实就相当于我们字典的一个目录 那么全监索框架是干嘛呢 可以帮助用户呢 去使用这个搜索引擎 全监索框架支持很多种搜索引擎 我们在这项目里面给大家用到的啊 这个商品的一个搜索 是high stack框架 加上一个护士的引擎啊 加上一个护士的引擎啊 OK 那么这是这块啊 那么关于这个全文检索的一个使用 我们在上面呢 有它详细的一个步骤啊 四大步 第一步 安装和配置 好 安装完这两个东西之后进行一个配置 对吧 第二步 在你使用之前 你需要呢去生成一个索引文件啊 生成索引文件之后呢 你就可以呢 进行一个使用 那么使用的时候你需要注意的就表单的提交方式为get 关键词呢 will queue action的地址随便写 但是你写完之后 最终你在配置这个地址的时候 你后面应该包含全文检索框架的URLs 让它进行处理 那么它帮你搜索完结果之后 它会把结果传递给这个 time place search目录下的search.html啊 然后呢 传递的上下文包括几部分啊 query 搜索的关键字 pager 当前页的pager 对象 还有呢 你辨理这个对象的时候 你拿到的每一个都是search result类的对象啊 那么在search result类的对象里面 那么有一个属性叫做object 它才是我们模型类的对象啊 那么最后一步 改变分词的方式 那么 或是你听默认帮你建立索引进行分词的时候 有一些中文的词语 它分不齐不出来 所以呢 我们需要替换原有的分词方式 使用我们中文的结巴分词 那么这一块的话 怎么进行替换啊 我们这里面呢 也有相应的一个步骤啊 这里面呢 是你商品搜索的过程啊 就包括你之后 在你的项目里面 无论是你实现一个商品搜索 或者是其他搜索 你就可以呢 使用我们的这个搜索引擎啊 搜索引擎来做 OK 那么再往下啊 购物车模块的一个开发 购物车模块开发里面呢 首先 我们给大家讲了一个通用的东西啊 就你在做web开发里面的时候 你需要呢 知道的东西就是 我们需要去确定前端呢 是否要给后端去传这个数据啊 如果传数据的话 采用什么格式 前端访问后端的这个格式 应该采用什么 是get 是post啊 是表单提交 还是这个RJX 然后呢 还需要确定后端返回给前端数据的一个格式啊 这里面呢 是几个你需要呢 有意识的啊 去做这样的一个分析啊 包括我们之前给大家说的 前端传数据的时候 你应该接收 应该教验 再进行处理 再返回应答啊 这样的话是你属于你开发的一个意识啊 OK 那么再往下购物车页面 涉及到购物车页面的GS 主要呢 分为三大块 对吧 一个呢 是我们不涉及到跟后台交互 一个呢 是涉及到记录的更新和记录的一个删除啊 那么这个GS我就不再看了啊 你可以拿自己去看一下啊 重点呢 你如果练GS的话 你重点练跟后台交互的那一块啊 重点练跟后台交互那一块 就是RGS请求那一块的内容啊 那么对应到我们这个购物车 后台的这个更新和删除 它的一个核心的逻辑呢 我们说呢 没有多少啊 包括我们购物车里面的 所有的这个功能 它的一个增删改查啊 核心的逻辑呢 没有多少啊 增加 首先增加对吧 增加的时候 前面都是在进行参数的交易 后面呢 这一块呢 是属于购物车季度的一个增加 好 这个增加呢 其实也很简单 在增加的时候 我需要先去 Redis里面呢 先去查一下 用户的购物车里面 有没有加过这个商品啊 如果 已经加过的话 我的数目呢 应该做一个累加 如果呢 没有加过的话 我就直接呢 进行一个设置啊 这是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逻辑啊 然后再往下 购物车季度的更新 这个更新的话呢 也是啊 更新的时候 对吧 直接呢 更新之前 先需要去济验这个库存 然后呢 直接调用asset呢 实现一个更新 那么删除的核心逻辑 直接呢 去把它进行删除啊 这里面呢 是它的核心的一个处理逻辑啊 其实呢 它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 前端的代码多啊 真正的只有这么多啊 判 前面的一堆呢 就是在进行数据的一个校验啊 这里面呢 是属于我们购物车某款的啊 购物车某款 我们说需要重点掌握的内容 就是我们给大家说呢 这个Redis分析 存储 购物车记录的 它的一个分析的流程 以及它的一个格式啊 你需要掌握的 那么下面呢 是属于我们这个订单 订单里面呢 首先第一个 用户在购物车里面 选择好 所要购买的商品之后 在这里面啊 点击这里面 比如加购物车 用户在购物车里面 选择好所要购买商品之后 点击去结算 会跳转到提交订单页面 在提交订单页面呢 会显示用户 所要购买的商品的信息 那我们呢 需要把用户选择的 商品的ID呢 进行个提交 怎么进行提交啊 在这里面 我们给购物车页面上 这个商品对的checkbox呢 起了一个统一的名字 叫做sqids 然后对的值呢 就这个商品的ID 然后呢 把这些东西放在一个表单里面 我们说对于一个checkbox的来说 没有被选中的 它的值呢 不会被提交 这样的话啊 我们就实现了 用户一点击去结算 最终呢 是选中的商品的ID呢 会被提交 那在我们的提交订单 页面显示的这个 试图里面 我们呢 就可以使用get list 对它进行一个 接收 在最上面啊 对它进行一个接收 接收完之后呢 在这里面啊 进行一个接收 接收的就是用户要购买的 商品的ID 我就可以呢 去便利查出所需要的信息 把它传给某版 在某版文件里面呢 去做一个相应的显示啊 那么这一块呢 提交订单页面 那么下面呢 就是属于我们这个订单模块 重要的内容啊 订单 生成 订单生成的话啊 关键呢 两句话就在这边 用户每下一个订单 你就需要呢 往我们的订单商品表里面 加一条 记录 那么用户的订单里面 有几个商品 我们需要去往这个订单 商品表里面加几条 记录啊 这里面是它的关键点 那么对应到我们代码这边 我们其实呢 也是这样做的啊 前面这些是接收参数 接收完之后呢 进行一个 添加 那么添加之前呢 这边是组织参数 对吧 组织好参数之后 先向我们的DFO的里面 去加一条 记录 那么然后呢 再去便利 往这个订单商品表里面 去添加 记录啊 其实呢 遵循呢 就是我们这两句话的 一个原则啊 就是我们这两句话的 一个原则啊 那么 然后啊 在这里面添加之后呢 我们需要呢 去更新商品的库存和销量 并且呢 在之前我们去添加 这个订单商品信息的时候 没有这个总数目和总金额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面进行 便利的时候 要累计计算它的一个 总数量和总金额 出了这个循环之后 我们需要呢 去更新订单信息里面的总数量和总价格 好 把它更新完成后 最后结尾的时候 我们需要呢 去清除购物商里面的记录啊 记录 OK 这是涉及到我们订单生成 那么关于订单生成的话 在这里面呢 两个重要的点 一个呢 是涉及到MySQL的事物 这个事物的话 我们的订单生成 它是一组过程 要么都应该成功 要么都不应该成功 所以呢 你需要放在一个事物里面 事物的特点啊 你知道一下啊 然后事物的控制语句呢 你也知道一下这个基本的语句啊 那么再往下呢 是我们这个订单并发的处理 就是我们给大家说的这个乐观所 还有悲观所 他俩呢 到底怎么进行一个使用 以及他俩使用的一些场景啊 这个你需要呢 进行指导啊 根据你之后业务的不同需求 如果用到了这些所谓的乐观所悲观所的话 你可以呢 根据你的使用场景啊 进行一个判断 你应该去选择哪一种啊 哪一种 这里面是两个重要内容 那么关于我们的悲观所呢 在去处理这个订单并发的时候啊 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我们说用户乐观所更新失败之后 他并不代表这个库存不足 我们应该进行尝试啊 但是在一开始呢 我们进行尝试的时候 两个用户每个人买一件 库存有三件啊 结果第二个用户尝试三次之后 还是下单失败啊 这个呢 就涉及到我们事务里面的这个隔离的级别 这个隔离的级别呢 你首先你要清楚啊 那么MySQL的默认隔离级别呢 他呢叫做可重读 就是你其他的事务 你即使修改了内容 我这个事务呢 拿到的还是我第一次读到的内容啊 他就读取不到你更新的那个内容啊 那么这一步呢 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需要呢 把他的事务级别呢 给他改成这个 读取提交 就别的事务一提交 我就能读取到他提交的内容 那么这个MySQL数的隔离级别啊 怎么去改 找到配置文件 在配置文件里面呢 给他打开 给他加上一行啊 加上一行呢 从你的服务啊 你就呢 设置了他的隔离级别 那么注意这一点啊 就是这个隔离级别呢 大多数的数据库的默认隔离级别 就是他啊 MySQL呢 跟其他的不一样 但是呢 我们呢 将过2.0以后啊 直接呢 再去连数据库的时候 就会把他的隔离级别呢 改掉啊 OK 那么订单里面 两个重要的点啊 他和他 再然后呢 订单信息页的一个显示啊 其实呢 就查询做一个显示 我就不再说了啊 再往下 订单的一个支付啊 这个支付呢 就涉及到我们的网站 需要去对接这个支付宝 那么对接支付宝 他的一个流程 哎 看到啊 流程 哎 就是我们给大家看的这个图 哎 用户呢 一点击的吧 去付款 我就应该去对接支付宝 调用他的支付接口 他给我返回页面地址 我要把用户呢 引导到这样一个页面地址 对吧 然后呢 用户呢 进行一个 登录付款 点击确认之后呢 他会 如果我提供了这两个地址 他会给我去 哎 他会访问我这两个地址 告诉我用户支付的结果 那么 关于我们这个支付交易结果的查询 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的 那么你需要呢 让用户的浏览器呢 能够访问我们网站一个地址 获取支付的一个结果 我们在对应的视图里面呢 就需要去调用支付宝的交易查询 接口 根据他返回给我们的结果 我们再展示给用户呢 展示他的一个支付的结果 这是他的一个流程 那么你像这个流程的话 就是将来 如果呢 你去面试啊 别人问到你 你项目里面 对接这个支付的流程是啥 你最好呢 能够把这个图呢 能够给他画出来啊 做一个描冲啊 做一个描冲 这个图上面呢 这些内容呢 我都给你写好了 你 你只需要做的就是啊 你最好能够 一支笔拿出来的吧 然后在一个纸上面 把这个流程给他 画一下啊 OK 这里面是用这个啊 然后大家需要知道的 就是我们这里面呢 相购网站和支付宝之间 进行对接的时候 他们的数据呢 都是经过一个 加密的啊 经过一个加密的 这个加密的话 你就需要使用自己的私钥 自己的私钥加密 别人通过你的公用呢 进行一个解密啊 那么关于我们在这里面呢 使用呢 是支付宝提供的一个 沙箱的环境啊 这个沙箱环境 其实呢 和正式环境没有区别 只不过是地址啊 不同 在你使用沙箱环境 开发完之后 真正上线的时候 其实呢 你只需要做的 就是把这些相关的内容呢 给他改掉啊 给他改掉 那么 甚至怎么改呢 其实这部分啊 你如果改的比较方便的话 你这个代码其实不需要去动啊 那么怎么做啊 你可以把这一部分抽出来 还有这些地方呢 都给他抽出来 把 不用把它定一个函数啊 就直接把这些地方抽出来 直接放到我们的配置文件 里面啊 你到时候 你这个值呢 直接从配置文件里面拿 对吧 你到时候需要改的时候 只需要去改你的setting 配置文件啊 这样你的代码呢 一行都不需要 不需要动啊 不需要动 OK 这里面是他啊 你可以自己呢 去做一下啊 好 那么 这一块呢 再往后是我们项目的一个部署 关于我们项目部署的话 首先你要明白的是 UWSGI作为这个web服务器 怎么去用啊 然后呢 再往下呢 就是NGIS 怎么去和UWSGI呢 之间实现一个 请求的转发 还有一块呢 就是我们的NGIS呢 怎么去处理这个静态文件啊 静态文件 那么关于这个静态文件 这一块呢 我们说啊 你注意这个collect static啊 它只能把这个静态文件 收集到我的本机 那么如果 现在啊 最终我们的这个图 是这样的 我们的这个项目在这 这个NGIS在这 对吧 我们说要NGIS 处理静态文件 那么你的collect呢 你只能收集到本机 那么你怎么去把这个文件啊 给它放过来 对吧 这个过程呢 其实你在这边收集好之后 你直接传上来不就行了吗 对吧 这个过程其实很简单啊 这边啊 再然后呢 NGIS怎么去转发 请求给另外的地址 那么这个的话 我们呢 是根据这个访问的地址 不同进行配置啊 如果访问的是斜杠的话 让他去找这个静态一面服务器 去找 去拿到这个静态的 首页的内容啊 这里面呢 就需要呢 在你的配置项里面 加上这样一个配置项啊 后面写的是 你要转交到的那个地址 然后再往后呢 NGIS呢 还有一个作用 就是实现一个负载的 逊横 我们可以通过配置 对吧 让它进行转交的时候 转交到这个 再转到这个 对吧 实现一个负载的 逊横 好 这里面呢 是我们最终 网站部署的一个 流程图 用户呢 他只知道最前面的这个 NGIS的IP和域名 那么用户呢 永远都是在跟我们的 NGIS之间实现一个请求 那么NGIS呢 最终呢 会实现这样的一个 相应的调度啊 根据不同的配置 进行不同的调度啊 进行不同的调度 那么这里面呢 这个东西呢 我们叫做负载均衡的服务器 前面这 后面这些呢 项目的服务器呢 叫做应用服务器 或者是业务的服务器啊 然后在他的后方 还有这些MySQL FastDMS 还有这个 Velix啊 我们说这些东西呢 都可以单独的放在 不同的电脑上啊 当然你也可以放在 同一个电脑上啊 OK 那么 这是我们这一块啊 那么 关于我们这块 项目里面 那么 注意一点呢 就是我们在这里面呢 给大家说的这些东西啊 是你 红色的这一部分啊 是你应该重点的 去掌握的一部分东西啊 关于这一部分 那么 搜索 哎 购物车这一块啊 那么 现在还有 还有一点呢 就是我们这边 阿加克斯前端 和阿加克斯后端的一个借口 那么这个呢 其实呢 不仅仅是阿加克斯啊 就是我们说 前后端进行交互的时候 你应该有这么一个意识 我这个请求 应该采用什么方式 怎么发 需不需要参数 如果需要参数的话 传递 什么参数啊 这里面呢 需要有这样一个意识啊 那么关于我们这个 订单的一个高并发 哎 这样的问题 这两个呢 你需要去做一个理解 再然后呢 这个重点呢 是我们这个支付的一个流程啊 红色这一部分 是你需要重点 掌握我们项目 这一部分的内容啊 重点 然后项目的内容 另外的话 就是关于我们这个里面 画的一些图 你最好能够自己呢 把它画出来啊 把这些 哎 比如说这个支付的图 还有我们上面的这个 处理这个项目 使用这个 生成竞带页面 还有我们这个处理图片 处理流程啊 这些图呢 你最好能够把它画出来啊 好 好 感谢观看